看看新闻榜 当天古天乐 周红豪 江浩文等演员出席 他们造型独特 吴君如这个男性化的装扮 着实让人眼前一黑 当中吴君如身穿黑色紧身衬衫 外加黑色西服套装 头顶个三七开的分头 这炎然就是个爷们嘛 别看吴君如一副潇洒的样子 要知道人家也是很有苦衷的 正是因为这个角色 人家老公陈可欣真的是受不了了 不仅仅是老公受不了 原来非常年妈妈的女儿 现在也不认这个妈妈了 转变到爸爸陈可欣的账壕里了 主要也是完全不认识 这个看样子像妈妈的男人了 说的也是 女儿看到曾经那么具有母爱的妈妈 突然变成男人的样子 是该叫妈妈还是叫爸爸呢 吴君如这么打趣道 我现在家里多了一个爸爸 我女儿多了一个爸爸 我女儿看到我的胡须 还有看到我一些特技化妆 她就觉得哎呀 娱乐新天地 吴君如挑战 男性角色毫无压力 编辑报道